我常用家暴男 來形容民進黨政府 家暴男常常有個特殊的狀況就是 他在家裡打老婆小孩都非常省勇 但出去外面看到外人就非常酥辣 川普罵台灣小偷 賴政府不敢講一句話 我覺得這就是符合他一路以來割心 他今天對我們自己的人民是這麼狠 但出去外面 看到任何一個再小的國家 他都是卑躬屈膝 他今天在我們台灣內部 對於自己同黨內的政敵的鬥爭 以及對於另外政黨的鬥爭的狠樣 我們最近都看得出來 遇到美國甚至說不可以有疑美論 美國人可以質疑美國政府 那你台灣人不可以質疑美國政府 你今天對於這個美國 你已經扶手稱臣到信仰到這種程度 我覺得這是悲哀 台灣就整個欠缺掉你的主體性了 現在川普當選了 那這是川普曾經有的言論 那賴清德政府卻對這個小偷論 什麼話也沒有講 那我是這樣啦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這個政府 有人問過我 我常用家暴男來形容民進黨政府 家暴 對 我以前在當講過 我們處理很多家暴案件 家暴男常有一個特殊的狀況就是 他在家裡打老婆小孩都非常省勇 但出去外面看到外人就非常熟辣 是喔 對 就膽小鬼 然後那種人都有這種樣子 很多在家疼老婆的人出去外面是跟人家逞胸鬥痕 但是這種人是在家打老婆小孩很神勇 但是出去外面就是個俗辣 家暴男很多是這種特質 超多人是這樣子的 好 家暴男 我覺得也是像個家暴男一樣 他今天在我們台灣內部 對於自己同黨內的政敵的鬥爭 以及對於另外政黨的鬥爭的狠樣 我們最近都看得出來 但是他今天假如面對其他國 他被俄羅斯罵什麼狗還是什麼東西 狗廢 對 然後遇到美國 甚至說不可以有疑美論 美國人可以質疑美國政府 那你台灣人不可以質疑美國政府 不是有疑美論這個邏輯嗎 然後我就想我可以罵我自己的國家 就我竟然不可以罵另外一個國家 好 甚至俄乌戰爭剛發生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兩年多前 那個時候因為美國是挺烏克蘭 所以台灣的媒體跟民進黨 是不准講俄羅斯會贏 那時候幾個講 這個國政量他們不是在分析 說他用地緣政治去分析 覺得烏克蘭打到最後勝算真的不高 講這個話 那時候蔡宇宇還說出來要處分 那時候他還沒脫離民進黨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是 你今天對於這個美國你的 你已經俯首稱臣到信仰到這種程度了 我覺得這也是悲哀啦 這台灣就整個勸缺掉你的主體性了 所以今天他在對外的時候 外人講什麼他什麼都不敢講 所以我們現在面對其實是一個小國家 他也不敢講 你像我們之前的漁民被日本抓去 他就說是漁民的錯 我們的水果要賣去紐西蘭被人家退貨說 然後就說是我們自己農民沒有那個燻 用藥物燻那個農產品沒有燻好 反正我們的人民遇到他國的糾紛 都是我們人民的錯 但是你今天對外 遇到中國大陸就不一樣 遇到中國大陸他就喊打喊殺 然後但是他今天對我們自己的人民是這麼狠 但出去外面看到任何一個再小的國家 他都是卑躬屈膝 所以我看到的是這樣 所以川普罵台灣小偷 賴政府不敢講一句話 我覺得這就是符合他一路以來割心 他講我反而覺得奇怪 是不是帳號被盜 我覺得他講這個應該是正常他就是這樣反應 但是我覺得就是民進黨政府真的要 就是我也是苦口婆心 但是我可能也是就是狗廢火車 但是還是要講就是賴清哲政府 民進黨政府真的要好好再去思考一下 因為現在川普當選不是開玩笑的 很多你本來自己美好的幻想 美好的期望也應該醒一醒了 川普不會跟你談理念 不會跟你談什麼民主價值同盟的 還是回歸實際一點 生意人 我就說他就是生意人 所以他之前他還去叫什麼 好像日本 日本他們好像逼他要分攤什麼什麼費用 一樣韓國 日本韓國也是一樣保護費的概念 對啊 所以邏輯是一樣 一致的 你跟他同一陣營 他不甩你 對 這個商場上面真的沒有朋友 大家就是利害關係 所以你不要說你今天對他扶手生成 他就不跟你收保護費 沒有那種事情啦 沒有 該收還是收啦 所以還是好好去想一想 回歸到實際面 不是開玩笑的 不然真的台灣倒霉民進黨 難道能夠好去嗎 真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下一題的QA 下一題的QA 如果真如川普所言 他要跟台灣收保護費 那你覺得台灣要繳多少的保護費才夠 五百億美元一年 一百億美元一年 兩百億美元一年 可能都不夠 沒有 你如果打仗 這些錢都用不了幾天 所以我剛剛講的 一天吧 一天 我剛剛講 為什麼之前 台海關係不好的時候 美國的航空母艦艦隊趕快撤 有道理啊 因為他那個艦隊 那挨不了一顆核彈頭 而且插了就是燒錢 每天就是燒錢 對啊 因為他們的營運是非常多錢 所以你說兩百億 然後要他來賣命 來跟總統大會開戰 我個人認為真的機率不高 我覺得不高 但是沒關係你們也可以留言 留下你們自己的這個想法 很多時候有一些夢想 夢裡都很美好 但是實際上 我個人真的覺得 沒有那麼容易 然後你看看 這段時間發生了那麼多事情 除非他今天開戰有他的利益 譬如說以前的伊拉克戰爭 因為搞到石油跟石油有關 這時候就會有 他會出兵 其他我個人覺得真的困難 可能很多台灣人會說 台灣有半導體 有台積電還怎樣 但是川普早就很不爽 台灣有這個半導體了 所以這個才是重點 不過我個人覺得 你說你一直拿什麼護國神山半導體什麼 但是現在的戰爭 它有一點像是標靶治療 它是直接打那個點 對你說像烏克蘭那種打法 我覺得還是畢竟少 這以台灣現在的狀況 他開戰他也不用幹嘛 他人還不用登陸 直接把你雷達戰打掉 然後把你的幾個天然氣發電廠 把它打掉 精準打擊 對 它就很精準 因為台灣又不像烏克蘭 烏克蘭它可以跟北約接 可以從北約運武器過來 對 台灣沒有 台灣四面環海 你開戰你武器庫存打完就沒有了 而且沒有戰略眾生 完全沒有 對啊 所以不太一樣 思考邏輯是不同的 所以真的打真的 而且中華大陸他們現在有一種 那種遠程的火箭炮 它都不用導彈 它直接用很便宜的 它直接火力密集覆蓋 打400多公里的那個射程 直接火力覆蓋了 打不準也沒有關係 反而我就用火力覆蓋 所以你說像幾個空心基地 大概都是在他們的範圍內 有時候人家在講說 對 我們雖然說有很多反飛彈的設備 但是它就用廉價的火箭給你打 就像你這次跟以色列一樣 以色列的鐵拳有什麼 哈馬斯它就用最便宜的火箭彈打 消耗掉你的所有的 反飛彈系統的東西 接下來它再給你轟你就沒了 它那個遠程火箭炮 好像一發才幾萬塊 美金還是人民幣 不管怎麼樣 美金人民幣都OK 我們的愛國者 好像一枚是反飛彈 一枚是500萬 500萬美金 所以你就說 而且還要兩發才 一發攔截率70% 三發才能夠210% 所以如果你兩邊隔很遠的話 你還可以還好一點 但你有兩邊很近 那它的火箭是可以轟得到的時候 心理反飛彈系統它 很難的 你還是有困難的啦 對啊 所以真的還是要想 比這種什麼備戰那種軍事禁備 這種消耗的這種思維 真的很... 我覺得要好好思考 怎麼樣避戰 怎麼樣避免 我覺得對 避戰才是 你要拉著全世界抗中的國家 一起來跟中國談 那個談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我告訴你如果兩岸開戰之後 你可能會受到國際間的什麼制裁 你經濟可能會倒退10年 20年 所以開這場戰爭也許你最後會贏 但是你討不到便宜啊 那這個沒有意義嘛 你要用各種面向的東西去跟他談 然後希望兩岸不要有戰爭 對 我個人覺得還是一樣啦 戰爭不是不能打 但是不到最後關頭絕對不能開戰 在最後關頭之前要用盡一切的腦力 用盡一切的資源去談 不要發生戰爭 維持現狀 這才對 其實戰爭是政治的最後一個手段 其實要很多很多解決衝突紛爭的方式 戰爭是最後一個手段 不是把戰爭拿來當第一個手段來用 就是對抗人 國民黨現在最慘就是被上顏色扣帽子 我還有很多以前的長官 檢察官的長官傳訊息給我說 說什麼國民黨就是要引共產黨進來執政 還在給我傳這些 我就說你是三立跟民視看多了 對啊 這個 我說我自己在國民黨裡面開會 我從來沒有聽到有一個人說 要引共產黨進來執政 每個人都說我們要怎麼樣有效的 降低兩岸衝突 然後怎麼樣有效提升台灣經濟發展 你經濟越來越差越來越不好 你國家就越來越弱 對啊 那 所以說到底現在執政黨在想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現在不管是誰執政 以現在國際的這個局勢 應該在想要怎麼樣避免戰爭發生在台灣這個土地上 這個才是重點 這個真的才是重點 因為台灣在這麼一點點大 真的打了 那怎麼得了 不能打啦 台灣打下去 你不要說戰場上立刻死亡的人 你基礎的設施沒有了以後 醫療沒有 我跟你講有多少慢性病患者 他不是戰爭的直接死亡造成 後來會死很多 慢性病的 身體衰弱的老人小 他會死很多 你剛剛加薩現在這樣 對啊 然後你的基礎設置沒有以後 你的公共衛生就會出問題 所以你們沒有去想這些 你真的以為戰爭很浪漫嗎 我告訴你 我看過有一句話 說全世界的母親都痛恨戰爭 我覺得這是真的 為什麼你會覺得戰爭浪漫呢 你覺得去死很浪漫嗎 我覺得那真的很傻 政府不應該這樣子去 去鼓吹 如果有看過一本小說 鼓動大家那種情緒 有一本小說叫 西線無戰士 你去看 它裡面有刻畫很多不同的人的個性 軍人他們就是不停的洗腦 那些年輕的學生 那些年輕的學生說 你要為德國而戰 為德國而死什麼 然後一堆年輕人就是前不後繼的去死 但是這些將軍他是躲在後方 然後每天吃的最高檔的食物 你看那個小說你看完就會覺得 真的執政者或者是有權力的人 不要這樣去鼓吹戰爭 戰爭一點都不浪漫 有很多年輕人被他鼓吹了覺得 很興奮要去參戰 但是一去看到戰爭的殘酷那樣子 立刻後悔 但後悔也來不及了 所以我還是覺得 開戰跟投降中間 有很大一塊空間 麻煩賴政府你要好好去思考 怎麼樣不要讓戰爭發生 又能夠保護好我們現有的主權 姐妹們從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西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說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愛機利箱 女心幸福記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